嘿,我是阿图,欢迎回到外籍老师阿图频道 这期内容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北京语言大学杨玉玲教授的采访视频 第一期,杨教授分享了自己从汉教毕业生到汉语教师 再到研究学者的经历和心路历程 也给跨考汉硕、汉教考博的老师同学们 提供了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以及这些建议背后的原因 视频最后会有下期视频的预告 一起看正片 杨教授您好 感谢您在如此繁忙的工作和会议行程中 接受外籍老师阿图频道的视频采访 我看了您在YouTube频道发布的教学视频 尤其让我对不教语法的语法课有了全新的认识 也强烈推荐给现在正在看视频的每一个老师 关注杨教授的YouTube频道 Dr. Young,杨玉玲 有一些海外的老师可能对您还没有那么熟悉 能不能请您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呢 好的,阿图老师好 首先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 可能认识我的老师就会知道 我是特别喜欢交流的 特别喜欢和你们年轻老师进行交流的 那么有这个机缘巧合 我们有这个机会 所以很高兴 可能有一些老师不认识我 那我简单的就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杨玉玲 目前在北京语言大学工作 我是带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呢 都是未来的汉语老师 用我们说就是说汉语老师的老师 我做的工作 我出身是搞语法的 本体语法 但是从事自然汉语教学20多年 所以慢慢的就是从本体语法 转到了这个教学语法上来 但是随着这个语法教学 做得越时间长嘛 我是觉得 发现对汉语这种语言来说 就是我们的语言是没有形态变化的嘛 所以到了终极上 我们发现词汇教学更重要 所以最近几年呢 我在词汇教学上 也投入了更多的一些时间 所以如果要问我研究什么的 我可能是说 是语法和语法教学出身 但是最近几年有点不务正业 在做一些词汇教学 所以我既搞语法教学 也做词汇教学 那么希望和老师们多多交流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们随时都可以交流 我是经常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的 这个信邮件或者是微信 一睁眼就会有不同的问题 所以我每天给这些老师们交流 很开心 也有很多问题也是我没有考虑到的 没有遇到的 所以我很喜欢给大家交流 杨教授提到 语言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 词汇和语法的学习同样重要 只学词汇 学生们就只能从零散的字词 指示或指代一些状态和事物 只学语法没有足够量的词汇 作基础 汉语学习者不能用丰富的语言表达 情绪和想法也是行不通的 但是有些汉语教学大纲里 明文规定不能教语法 却又必须教具性结构 这让很多老师非常困惑 一起来听听杨教授的看法 我觉得杜老师刚才理解的特别到位 就是你们的不管大纲 不管教育怎么说 他说的不教语法 其实是不教语法术语 并不是说让你不教语法 我们常常说我们不讲语法 但是得教语法 这个低龄学习者 可能他没有这种语法概念 我们可以不给他教 但是任何一个成年人 都是希望学习那种 有规则性的东西 杂乱无章的 他是不容易掌握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给他提炼出来 那种聚法结构 刚才你说的那个聚法的格式啊 结构啊 还是要提炼出来 那就是语法 只不过我们不用 竹卫斌定章谷的这个术语 来给他说而已 但是教肯定是要教的 只不过对低龄孩子来说 我们可能用更隐蔽的来教 那么对成年人来说 我们可能给他提炼聚法结构 但整体来说 对外向型的这种语法教学 总的原则是要教 但是是一种隐蔽式的 我们偷偷地教 让学生感觉不出来的教 比如说最简单的 我吃了面包 今天这是他们的语法 但是呢 每一节课都会跟他们强调 今天我吃了面包 他们用的久了 会形成一种习惯 但是他们自己不知道 哦原来我学了语法 这是一个gramma 对 他可能不知道 这是主语动词和编语 SVO型的 但是我们通过大量的 例句给他提炼出来 他就时间长了 他就会知道 汉语的这个结构规则 如果没有真正教过课 或者没有观摩过 真实的汉语课堂 很难想象得到 学生们常犯的语法错误 作为没有教学经验 没有汉语专业背景的跨考生 在考汉硕的备考期间 最应该注意的学习重点是什么呢 其实我自己常常遇到 很多跨专业来考的学生 问这个问题 我不是鼓励这些人 我真的觉得 我们这个汉语教学 老师的来源是多元化的 从我们这个学科来说 它是需要的 因为我们这个学科 本身它就是一个边缘交叉的 它需要学文学的 学语言的 甚至学什么计算机的 我明年招博士 我都希望我招一个理工科出身的 我说的真的不是开玩笑 我现在定能目标 我明年招博士 我就希望招一个这样的 为什么 我们现在需要 对语言进行这种 大数据的统计 对语言学习习得 所以我们这个专业 它是一个需要各种专业出身的 所以第一点 跨专业考的这些考生和老师 一点都不要觉得 我不是科班出身 怎么怎么样 这一点我就完全大可不必的 去自卑 或者说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我觉得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们需要 那么第二点呢 不能是盲目的自信啊 不能说 反正这个专业就是需要多元化的 那我也是这一个分子 所以我给大家一样 我没有压力 那也是不对的 一方面我们要有自信 另一方面要认识到我们的不足 比如说我明年招一个 学理工科的博士 那我就要一定要求 他语言的这个基本的知识 你还是要去打牢 所以对跨专业的考生 或者是老师来说 要对自己的这个知识结构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去衡量一下 我要是文学的 文化的 那我这一块可能不太欠缺了 那我就要在汉语基础这一块 要补一补 那如果我是中文系毕业的 我要考这个专业 那我的文化呀 我的语言呀 这方面都不差 但是我可能需要 把我的知识 高深的理论 怎么样掰开揉嘴 让学生能够明白 这样的一种技巧 你可能需要补 所以我觉得老师 根据你自身的背景 然后找到自己的 这个长板 发挥自己的优势 同时呢 也要弥补一下 自己的这个不足 我见过的 非常优秀的老师 一个是学地理的 所以我们这个专业 有时候 包括我给汉曼做考官 选拔的老师过程中 我第一个就要看 我说看他有没有潜质 你就会看到一个人 他哪怕是数学出身的 五分钟一站 你就会知道 他有教学潜质 特别是二语教学潜质 他会不会想到调动学生 会不会让学生开口 多说话 那么这才是一个 二语教学最根本的 你的东西 那么语法 汉字 这些知识差一点 我觉得不可怕 这些知识 别说语法 内容那么多 我拿出一年的时间 我肯定可以啃透了 但是如果说 你没有这种教学潜质 是很难改的 就是没有这个意识 上课的时候 一个人滔滔不绝 一言堂 这个是很可怕的 看语教师本身 就应该多元化 有特殊才艺 或者兴趣爱好 会让学生们觉得 这个老师很酷 从而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 同时 杨教授也强调 多元化 不代表可以盲目自信 快考生一定要认清自己 茶楼不缺呀 当我谈到土木工程系学生 因为热爱 而快考和硕的时候 杨教授这样说 你刚才说的一点 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 就是热爱 我觉得就是不管你是做教学 还是做研究 这一点特别重要 只要你热爱 一定会在这个领域里面 做出应该有的成就来 为什么呢 你热爱你就会乐此不疲 比如说我刚开始教汉语的时候 我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你没有准备的问题 被学生问住 这都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你不热爱 你就觉得 哎呀我被问住 我脸红脖子走 很难受 如果你热爱了 我就会去把这个问题记下来 我第二年 我就不让我的学生出这个问题 所以三年下来 我们问题就积累差不多了 那么快考生考上汉试以后 应该从哪些方面 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呢 同时他们如何确定 自己是适合实践教学 还是适合做研究呢 就包括我目前我在北语 也会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 你至于确定自己 到底适合做教学 或者是做研究 这样的一个问题 可能还是真是得问自己 就是你自己最知道 你最了解 我觉得一个了解自己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要看一下 自己做什么 让你最开心 你比如说 我记得谁说过一句话 判断自己是不是喜欢 你就看你早上 起床那一瞬间的感觉 你是不是一起床 就要想着 我特别期待着 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你比如说 我目前我在做词典 因为我带着 全球的这三十多个老师 五个国家的 有时差的问题 所以每天晚上 肯定十二点多以后才睡觉 早上五点多 我一睁眼 我就去查我的词条 有没有新词条 我特别开心 那这就是你最想的 你最适合做的 或者是你最喜欢的事情 可是有的老师生病了 一到讲台上 都像打了鸡血那样的 能量买买 所以这个可能 它就适合去做教学 就是没进教师 就盼着下课的 我觉得可能就比较适合 做研究 但是我们说的 这是两个极端 实际上 现在大家年轻 你也应该知道 如果你要想 在高校里面发展 现在要么是 这两个很好的结合 单做教学 就是像以前 所谓的教书这样 现在在国内的高校 是很难行得通的了 单纯做研究 如果作为一个老师 你的课上不好 不要说学校的发展 你自己就很难受 我每一次上课 如果说学生的眼神 跟你互动不好 我今天上完课 以后我就很难受 所以我相信 老师们如果喜欢教学 你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 可能自己先判断一下 我最喜欢 我最适合做什么 如果说 我真的是 只喜欢做研究 那么以后 可能进研究所 如果说我真的喜欢教师 那我就留在高校 但是我还是 特别希望大家 不要把它做成两张皮 一定两二折 是密切结合 就是我从教学过程中 我发现 学生在这个地方 容易出问题 那我就去分析一下 为什么他出了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们教材的问题 还是因为我们的老师教的问题 还是他的母语问题 那么分析完以后 我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个 不让他出问题的办法 就是我从教学中来 然后你的研究完以后 要回归到教学 服务教学 那你就觉得 你的这样的研究 就是有意思的 就能够做到教学和研究 密切结合 虽然每个人 有自己的性格特点 倾向于研究 有的人倾向于教学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中间找到一个结合点 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上 到底是适合去做研究呢 还是做这个教学呢 可能还是我自己内心最清楚 尊重自己的内心 一定要自己做了以后 我觉得有意义的事 这就是你找对了路子 我觉得好在你们年轻人 现在有很多尝试的这个机会 尝试完英文就知道 哪个更适合我 梁教授不断强调 多去尝试了解自己 遵从内心 尽管每一代人各有各的焦虑 但是由于信息交互技术的日益发展 越来越多从无到有的中年人 和自带光环的同龄人 被大众所熟知 再加上由于流量 名声资本的需求 当代年轻人 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要束手束脚 铺天盖地的自律 自控 人生规划 经济独立 财富自由 这些概念 在短时间内一起迎面袭来 这也导致越来越多的新青年们 还没有尝试 就被可能存在的隐患下退 对于汉语教师而言 又有哪些未知的恐惧 阻碍前行 杨教授又有怎样的经历和感受呢 你刚才说的这一点 我也再补充一下 我特别同意你的 刚才说的这个感受 我和你是一样的 真正的教师里面上课 我特别放得开 但是你们想象不到 我在北大毕业之前 我是一个非常内向 一说话就脸红的人 特别是进入教室以后 和我自己的性格完全不一样 这个我觉得就是 你最适合做的事情 你最佳的状态 如果像刚才你说的 不去尝试 我可能不知道 我是一个喜欢当老师的人 我当时毕业的时候 我最想做的工作是什么 你们可能很多人想象不到 我最想做的工作是 图书馆管理员 我觉得进图书馆 我可以不用给人打交道 我可以把那个书做的 整井井有条 因为我喜欢研究语法 我喜欢洗碗 我觉得他们的性质是一样的 喜欢把这些杂乱无章的东西 把它弄得很有条理 可是当我去做了 对外汉语老师以后 我发现 我内心里面还有另外一面 所以我现在很享受我的工作 杨阳教授刚毕业的经历类似 我曾经以为自己过于内向 不擅长 主动与陌生人建立任何连结 可能更适合图书管理员 电影放映员这类工作 但当我逼迫自己去教书以后 彻底打破了自己原有的认知 原来我还有这么多可能性 接下来我和杨教授聊了聊 关于汉教考博的问题 有同学留言说 为什么大部分汉教硕士毕业生 都直接工作了 很少有考博的 难道这个专业考博 是不太明知的选择吗 我觉得你们的问题都特别具有这个典型的代表性 我自己的研究生也是这么纠结 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自己也经过 硕士毕业以后 你到底是要不要读博士这个问题 真的非常个性化 可能结合你自己的人生规划 甚至你自己的性格特点 甚至经济条件 我觉得都有关系 可能不能完全去copy别人的 他这么选择了 可能不适合你 可能自己要了解一下自己 当然你自己的人生规划 你比如说 一个人和一个人的规划不一样 有的人就是一辈子 我都不想生孩子 但是有的人我就想 早早的有一个家 那我就毕业以后先结婚 比如说我走的路子 当时北大硕士没毕业 我就结婚了 毕业以后两年我就生孩子 生了孩子 孩子上幼儿园 然后我就再回去读博士 那我的规划就是 我喜欢孩子 所以我就一定要 先完成我这个任务 然后我相信 我还会再读博士 所以我觉得 每个人的人生规划不一样 你自己想一下 我喜欢不喜欢孩子 如果喜欢 那我可以走这条路 当然如果说你决定了 我就想在高校发展 那这种情况 我建议可以先去读博士 现在在国内 没有博士学位 你可能进高校都是进不了 简历都不会看的 马上就要面临着毕业进人 每年都是这样的 至少你在目前 你对自己的一个规划 我是想进高校 还是我就想当一个老师 我不做研究 我就做一个对外汉语老师 可能目前的这个国际学校 或者是汉语教学机构 我就一辈子做一个汉语老师 我也很开心 我觉得那也是一个选择 没关系的 只要你喜欢 你开心就可以啊 也不一定所有的人 都得去读博士啊 但是你如果真的 你要想进高校 说实话 如果女孩子在高校里面 还是挺不错的一个职业 对吧 咱们说的现实一点 女孩子在高校 你虽然有研究的任务 我研究压力 但是一年暑假 有两三个月的假期 寒假也有一两个月 还可以照顾家 这都是非常现实的 所以在高校里面 对女孩子来说 是一个不错的职业 但如果你要决定 进高校 那我还是建议 就是找读博士 现在真的是 一年一个形式 毕业就业形式 一年比一年严峻 我们每一年都说 今年比去年更难 未来来说 是最容易的一年 我们毕业的时候 说必须硕士进高校 后来博士 博士必须有核心 核心必须有 两篇核心 三篇核心 这是要求是很高的呀 所以你如果早一点毕业 就容易一些 这个从现实一点 这个平支撑 也是一年比一年难 其实这个事情 有的时候人是会变的 你可能上研究生 一年级的时候 你并没这么想 但是走着走着 我就想改变了 那也是没问题的 就是在读书的过程中 找到适合自己的 我现在不想读学院博士 那也没关系 我就按照 我是当未来的一个 汉语老师来准备 多准备我的教学技能 但是我发现 在教育过程中 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 我想研究 那你每一步都走好了 你再转是很容易的 但是如果你每一步 都走得不踏实 就是坑坑洼洼的 然后你再转就很难了 不管是现在的计划 你是想毕业就业 还是说我就想坐下来 认真地读博士 我觉得每一步都走好 然后叫水到渠成 这不是要读博 就像我刚才说的 真的是要考虑一下自己 这个没有一个 放之四海而皆准 或者说这个适合我 可能就不适合你 或适合你可能就不适合我 没有一个不定的答案 就是同学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上他们也是在看 别人是怎么走的 以别人的生活轨迹来看 我是不是要这么做 以至于自己很焦虑 所以听了您刚才的内容 我大概总结了一下 就第一个就是 一定要以自己为准 不要管别人是什么样的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人生大方向要有一个规划 不是说没有计划 必须要有计划 但是是大方向的 比如说我要 就是单纯的想做一个汉语老师 我可以有很多选择 比如说在国际学校 在教育机构 还是我在高校 那在高校呢 这个大方向里面 我可能要读博 在其他方向 我可能有其他的选择 所以大方向做好了 小方向一步一步的去走 就人生不会有太大的遗憾 总的来说 热爱教学有教学潜质 对自己的职业和人生 有明确目标的老师同学们 每一步都脚踏实地 总会在尝试的过程中 发现自我 实现自我 下一期视频会分享 沉浸时韩语教学 教学资源网站 语法教学相关的内容 我们下期见 拜拜